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Raini 今天这一集是CNY Series 我们有燕如来到我们的频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如 嗨,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是要来试吃Breadtok的新年系列面包 找我来吃就是肯定没有错啊 讲到Breadtok,你应该有吃过Breadtok吧? 肯定有啊 来到新加坡,所以没有吃过Breadtok 你最喜欢Breadtok什么口味的面包? 肯定每个人都会看过,就是上面有十字的那个啊 知道吗?我知道,肉酸面包 另外一个我爱吃的呢,是叫做流沙 流沙,流沙包,有吃过吗? 你讲了三次应该是真的很好吃 这个流沙包 因为它真的是流出来的,流沙牛角面包 Anyway,今天我们要吃的这个面包呢 跟我们以往吃的不一样 那我们会怎么进行这一集呢?就是 我会让燕如戴上这个眼罩 然后我会先试吃 我会形容这个面包的外观 然后它的味道是怎样 让你去想象它长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会让你try看 吃看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之后呢,你会猜它到底是什么面包 最后你就会接下这个眼罩 然后一起来揭晓它长什么样子 期待呗? 我还流汗啊 Breadtok真的很细心 他们很有创意 因为那个面包真的是超乎我们对面包的认知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试试我们第一个面包吧 Let's go 哇,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试吃的面包 你玩什么? 你看不到对不对? 吃得到吗? 吃不到 Breadtok会形容给你听 这个我先讲一下我的第一个感觉 看到这一个面包呢 我心里很开心 因为它跟新年真的很接地气 就是新年呢,这个家里每个人都会有的东西 今年每个...是每一年吗?还是今年而已? 每...每一年? 每一年啊? 我只想要红包,对不起 红包,这个你明年可以给我 这个是每一年过年家里每个人都会有的水果 啊,那个纯纯色那个是吗? 纯纯色,ok,你就这样子猜猜看 等下你就知道了,ok 我们现在呢要来试吃看看先 知道,那面包呢 就很松 哇! 哇! OMG这是什么? 黏黏的! 我现在试吃看看 它的里面的馅料呢 是这个水果的味道 我不可以讲,是什么水果 然后那个黏黏的东西 是我们新年的时候也会常常吃的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吃啦 可是我过年的时候会吃 黏黏的,甜甜的 那个巧克力,巧克力色那个是吗? 白色的 白色 好,我们现在让你来试吃看看 你给我试一下先 哦,来,你先试看 只有面包咯 有没有? 你有没有拉扯一个东西的感觉? 嗯 什么味道? 酸酸 嗯 嗯 黏黏 嗯 就是跟你讲一样 我没有骗你 是干吗? 干 是水果 哦,过年的干啊? 嗯 哦,不是 我在想着 嗯 它是一个很熟悉的味道 对不对 其实它里面的馅料 是我们过年的时候也会吃的东西来的 其实我吃到有点黏糕 嗯 好 好 差不多了,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哈哈哈 要不要来看一下答案呢? 我看吧 我放弃 痰痰 痰痰 它呢就是叫做 翁莱花瓣 它就是一个凤梨面包 哦 我觉得很熟悉那个口感哦 有没有 就是真的是凤梨 然后我在想 呃,新年 因为我一直在想 这个新年每个人家都一定有 哦,新年我家我没有翁莱 哈哈哈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里面的馅料的味道 是过年会吃的那个凤梨饼里面的馅料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凤梨饼我们吃很多 可是凤梨面包是第一次吃过 可是它那个黏黏的 就影响我去思考那个凤梨饼 所以它其实里面是 就是抹鸡 嗯 就我过年会吃抹鸡 哦 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 黏糕的感觉 对对对 口感 那会不会很好奇 下一个面包长什么样 哈哈哈 我有一点紧张 哈哈哈 好,我们现在来试吃下一个面包 来到第二个面包 哇 我先讲一下 我看到这个面包呢 我就很想祝福你 恭喜发财 财源滚滚 嗯 你猜猜看 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钱 钱,OK 送你cash 哈哈哈 OK,我们来看一下 它长什么样 我先撕开来里面 哦 什么是什么 它有黄色 然后还有一点 灰色的东西 那个黄色是会 是像液体会流出来的 嗯 嗯 OK,我来try看一下 哦 我喜欢这个 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就是这个黄色 这个有点灰色的东西呢 它们绝配 就是我很喜欢吃这个口味的面包 那个黄色我可以猜到 那个灰色我是完全想不到 哦 就是很爱吃这个灰色的人 就会很爱这个面包 它有点咸 有点甜 然后我们让燕如来吃看看 修一下吧 在哪里 在我面前的吗 就是面包的味道 哈哈 就是面包的 OK,来你自己拿着吃 OK,也是这面包的一半 OK 等一下小心它会流出来哦 会流出来啊 嗯 那这样子吃 嘴巴可以开大一点 嗯 我吃到那个黄黄色的味道 哈哈 跟你想像一样吗 一样 灰色也在里面吗 有有有 它就是缠绵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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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灰灰色还是紫紫色 灰紫灰紫 诶,我知道你猜得到了 嗯 嗯 我猜到,我猜到 它的英文名是YKASER 是不是 啊对,燕如 哈哈 诶,这个很好吃耶 是好吃对不对 嗯,我很喜欢这个 所以你猜它里面鲜料是什么 你的流沙 呃,对 还有我很喜欢的YAM 嗯,我们来揭晓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脱下你的眼罩 脱下你的眼罩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元宝的形状 钳 钳,对 所以裁员滚滚 哈哈 然后呢里面呢就是 有这个 呃,流沙包的那个鲜蛋 还有这个 第一口吃下去的 很浓郁对不对 嗯,我很喜欢它 人家的这个 鲜蛋黄 嗯 它这个YAM很特别嘞 它是一块的 嗯 然后咬起绵绵 很像芋泥的感觉 嗯 很甜很香 很不错耶,我喜欢这个 这个好吃 嗯 啊,你们很期待下一个咧 嘿嘿嘿 有一点信心啦 因为第一个我猜不到 第二个我有猜到 OK,剩下最后一个机会 给燕鲁猜一下下一个我们要吃的是什么 OK 最后一个面包咯 哪里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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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头戏吗 这个是重头戏 这个是压轴耶 OK 第一个感觉 这个是面包咩 哪里 OK,我先describe一下 形容一下外 外观长得像什么 因为它太丰富了 我可以先用丰富 它是一个不像面包的面包 嗯 OK,它上面有什么我跟你讲一下 你看上面还有 broccoli 嗯 嗯 它有那个蟹柳 嗯 它有金针菇 它有番茄 它还有肉圆 Mushroom 豆腐 莲藕 你是要叫我吃火锅是吗 是不是 哈哈哈 所以它就感觉就是一个 过年的时候 我们会无为如吃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Brettoe太厉害了 这个东西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现在要来 试吃 这东西你既然跟我讲是面包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 你先先先先 是不是不像面包的味道 但是又是一个很熟悉的味道 对 OK,我来try看 我要怎么吃 这个 它的体型我告诉你 像我头这样大 差不多 我要来吃这个是 豆腐的部分 嗯 嗯 我听到咕咕声耶 嗯 第一个味道 麻 麻 第二个味道 辣 看不到你表情 我就想看你的表情耶 听起来很恐怖 这是一个面包 真的是面包 这是一个面包 里面真的是面包 诶,好吃耶 你讲不出的味道 出现什么东西 空白 空白 我吃啊 可是这个我要喂你啦 辣 吃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部分 蘑菇的部分 它真的是蘑菇哦 它真的是蘑菇哦 它真的是蘑菇 所以那broccoli是真的吗 你要不要吃看 是真的 OKOK broccoli 就单单broccoli 没有面包 是真的broccoli哦 是真的broccoli OK 给你吃 我现在发现 原来它的那个 面包的 里面 是有馅料的 来 我给你吃看馅料 馅料 我吃到很好吃耶 哈哈哈 有点辣辣 嗯 有点像平时我吃那种 沙丁鱼面包 哦 我可以看吗 可以了 来揭晓答案 哇 是不是很蜂蜂 这是面包 这是面包 我以为上面的料不假的 刚才你跟我介绍 想说 面包会有骨 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然后里面的是 那个肉圆 肉圆 对肉圆 就是里面想要这些东西 可以跟面包可以连接 对对 在一起 我很好奇它的馅是什么 我刚刚一直吃不出来 它就很麻辣味的馅料 对 而且它很香 对很香 而且它有一点麻辣 微辣的感觉 就应该是我们吃麻辣香菇 微辣的口味 我刚刚请你讲 那里聊我 你要约我吃火锅 哈哈哈 对啊 就跟新年很有关系啊 就是我们会围炉啊 然后吃火锅这样子 然后麻辣香菇 也是大家很爱吃的 这样大份的 对 还有多少钱 六块吧 ok 其实我这样 ok啊 这一份呢 我真的觉得breadthole真的是很大方 这么大一个分量呢 其实呢 大概就是你可以吃足一个午餐这样子 真的这个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嗯 你完全没有想到 没有 我刚刚在听你形容的时候 我在想 之前好像都不是很适合念 哈哈哈 你吃早餐了吗 还没 所以我要去吃早餐了 嘿嘿嘿嘿 我们还没有拍完呢 哈哈哈哈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试吃breadthole的新年系列面包 欸回来了 我吃饱了 我看到我的午餐了 我特地买了每一个口味两份给燕如 我就知道你今天午餐呢 早餐午餐晚餐 都可以 来讲一讲这个面包 我们到底喜欢哪一个口味 我先说我自己啦 我自己本身呢 最喜欢的是这个元宝的面包 嗯 money money 对 对 就像外观呢 看起来欸就是很新年的感觉 很有feel的感觉 以外呢 它里面的馅料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 咸淡的这一个 咸咸甜甜的感觉 还有那个芋头 芋泥味 哇特别的香 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新年吃这个就特别爽 我其实也是还蛮喜欢这个了 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芋头真的是 有让我惊艳到一点 就因为它是 它不是那种软软的 它是一块硬硬的 对对对 我觉得很特别 真材实料 嗯 然后如果你给我选 我自己本身会选这个 为什么 你看我吃完整份就知道 而且它上面的料真的很丰富 是是是 它每个料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 就火锅必备的东西 然后配合在面包里面 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 我没有想过面包可以有这样子的搭配 其实他们有推出很多不同特别的 新年系列的面包 所以如果你好奇的话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其他的味道 来到了影片的这个结尾呢 我们就要来就是祝福一下我们观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 毕竟是兔年嘛 我们就用兔子来就是祝福一下 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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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讲一个 祝大家兔年快乐 我要来兔年行大运 很累哦 为什么学我 特别的啦 特别的哈 我想到了 OK 祝大家大展红兔 OK嘞 我就祝大家兔飞猛进 我还有一个 I love you too 你可以给你的男朋友讲 好啦 希望这影片大家会喜欢 最后呢 喜欢这影片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 拜拜 Happy New Year I love you too